所有百祈司去外围戒备 无理之位 不准任何人靠近 李军宪你继续挖 李世民根据二毛所说 带领国公们正等待李军宪挖的黄幼虫 陛下这地底下真的有黄虫吗 这哪里有黄虫吗 陛下您不会诚心逗我们吧 只奴 你若是敢诃骗父皇 等父皇回去了 定叫你屁股开花 咦这是什么 这不是黄幼虫吗 这片土地里居然真有黄幼虫 难道说陛下所说的黄灾 也是真实存在的 无而成不起我 只有三岁 但却由圣人之姿一番言语 又让朕默默撞了波逼 关隆地区的土地里既然买有黄幼虫 那就说明明年关隆地区 极有可能出现黄灾 陛下您救了关隆的数百万百姓啊 可是那该如何解决掉这些黄幼虫呢 总不能一个一个挖吧 嗯又该朕装逼了 朕现在心中确实有个办法 但还需要实践一番 所以现在不能和你们说 这老头是何人 二毛已经把剑神李淳刚给召唤出了 不过二毛所召唤出的李淳刚 是后期断掉一臂的木剑阿他了 我他妈 这居然被无视了 陛下是智奴请的保镖 说是保护他的 哼 还保镖 他当自己是镖师呢 再说了 就他身上的内部神力 还需要别人保护吗 智奴 快将这老头赶出皇宫去 知道皇宫是什么地方吗 什么阿猫阿狗都敢往这里面带吗 父皇 他是我的剑术老师 可不是阿猫阿狗 父皇如何呀 这老头还可以吧 太可以了 智奴 出多少钱 能把这保镖让给朕 朕愿意用李军县来换 笑死 雪中里的剑道宗师 可得天下兵 怎么能是李军县能媲美的 智奴 你看这是什么 黄幼虫 二郎 这黄幼虫从何而来 从城外挖出来的 这么说来 智奴的推断都是正确的 观拢大地 难不成真要出现黄灾 目前来看很有可能 锅锅烤蝗虫 你说烤蝗虫 超好吃的小四只想吃了 OK 我这就吩咐铁匠去弄烧烤架 味道好极了 这真的有那么好吃吗 二郎你快吃一串吧 不然待会可就没了 这味道真是一绝 这味道真是一绝 真吃了那么多的山珍海味 如此美味 还是第一次吃到 说 李军县快快传三位 国公过来 有好吃的 可不能忘了他们 重要的是 今天的逼还没装完呢 黄虫这么恶心的东西 您怎么吃得下去 不妨试一试 你们肯定会惊喜的 这是啥呀 这也太好吃了 真没骗你们吧 这黄虫的味道 确实不错吧 你们说 既然黄灾即将来临 那如果我们在长安城内 专门开家商铺 贩卖烤蝗虫 这生意当如何 若是我们再向百姓 收购黄幼虫 让百姓们主动去 田地间挖黄幼虫 那又将如何 陛下这就是您所说的妙计吗 如此一来 确实极好呀 陛下实乃大财 我等怎么就没人想到 这的妙计 九族汉堡之后 三家国公府 纷纷开始竞香收购黄幼虫了 甚至长孙无忌 都已经在酒楼 把蝗虫当作招牌 拆上台了 长孙无忌 他们这三个老家伙 怕是脑壳坏了吧 黄虫这种害虫 也能收购 收购来又能做什么呢 真是头脑有病 玉石黑炭 别管他们了 这群门人看出看场了 前面就是长孙无忌开的酒家 走 我们去喝两杯 贤侄 今日居然有空待死 快将你们酒楼里拿手的好菜 全部都上上来 今日是何日子 你们家酒楼 生意怎么会这么好 二位叔叔看来还不知道吧 我们家酒楼 最近推出了烤蝗虫 那味道可是一绝 无数人 都是奔着这道烤蝗虫而来的 烤蝗虫 这当真能吃 那里我们也上两盘烤蝗虫 我们也来试试味道 若是不好吃 小心你家的招牌 若是二位叔叔不满意 今日的干钱 小值掏了 不过这一盘烤蝗虫 价值一贯钱 你们收过蝗虫 才不过一斤十文钱 一盘最多半斤吧 你们就敢收一贯钱 抢钱吗